庭恩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怎么了 你快说 沈家有难了 我想出去找朋友 给沈老爷送点钱 可是我不能随便出门 你能不能帮我 瞒着娘 娘要知道我心里总惦记着沈家 肯定会不高兴的 你能不能跟娘说 就说你想陪我出去转转 我明白了 你去收拾一下 咱们现在就走 爹 我要看看这个 秀秀怪 咱们先不看了啊 庭恩 要不你先带秀秀 在这儿惯会儿吧 我一个人去吧 我一会儿就惯会儿 快去惯会儿 走 来看看吧 多好看啊 严真 嫂子 您怎么来了 有件事我想麻烦 您说 你知道沈家竹林里的 那几间小屋吗 我知道 小时候我跟静天 还有沈莫妇都去过 我这儿有些钱 麻烦你帮我给沈老爷送去吧 现在沈家老小舅主在那儿 这又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不是住在华盖房吗 我外出公干的时候 还顺道去看过他们呢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我现在出门不方便 也只能麻烦你跑这一趟 嫂子 您放心吧 我这儿就去 有什么话要上给他吗 若沈老有方便的话 请他明天午后 在旺江茶楼见面 我在那儿等他 我现在就去 也不知道小枫 现在走到哪儿了 娘 小枫在您身边 永远是个孩子 他只有走出去才能长大 您就放心吧 他一定能照顾好自己的 你不懂当娘的心思 从他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我这心就揪起来 再也放不下了 什么时候他平安回来了 我这心才能踏实 平安 你的病已经大有起色了 也是时候跟冬雪圆房了 都是当爹的人了 还害羞啊 你们有责任为江家延续香火 我看哪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晚上吧 我可等着抱孙子呢 咱们江家 也该天天喜气了 啊 明天再晚一点儿 娘睡下了 你就回自己房间吧 你要是累了 就先睡吧 我不累 要不你先睡吧 我坐一晚上 也没问题 娘已经把你的房门 还有我的房门 全都锁上了 娘一下这么霸道 对不起 我忘不了一天的爹 我忘不了一天的爹 我娘的严厉 我就是个孩子 你不能因为做不好就不做呀 江家 迟早要你一个人支撑的 我还没准备好 到时我再说吧 我说我开心 我老板 我说你第一天是哪 我那不如你 来啊 我今天有心灵状 你能说我 你别说我 我那不去我 如果你不去我 你又要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 怎么现在才来呀 就等你一个人了 来 吃吧 娘 我想告几天假 回娘家看看 娘 我也要去 你添什么乱 你也有些日子 没回娘家了 是该回去看看老人了 这样吧 曹海啊 你送大少奶奶回去 另外去账房支点钱 给亲家准备一份厚礼 一并送了去 是 五天之后回来 我会让曹海去接你的 是 你 该怎么跟娘说呢 要再用逛街当借口 娘恐怕不会答应了 庭恩怎么办啊 就说我们订的衣裳料子没货了 今天再去拿 娘肯定会派曹管家去取回来的 要不 我去装病 就说你要陪我去西医诊所 看大夫 不行不行 不能拿你的病开玩笑 娘会担心的 再说了 你要真的生病了 娘一定会让曹管家 把大夫请到家里来 还用得着你往外跑 好 姨奶奶 老夫人请您到前厅去 爹 沈老爷 你和沈老爷不是有话要说吗 尽管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了 何必偷偷摸摸 背后约着见面呢 吴雪原 出什么事了吗 娘 媳妇知错了 可媳妇约见沈老爷 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而是想 想促成江沈两家的合作 起来说话 谢谢娘 娘 如今沈家蒙难 失去了华盖房 沈家也就失去了维持生计的营生 可沈老爷手里还有一片竹林 以那片竹林的产量 靠卖竹子维持沈家老小的生计 应该不成问题的 咱们江家也是作散的 也需要竹子作为原料 媳妇认为 沈家的竹子质地极佳 这也是行内所认可的呀 要是江家 可以用沈家的竹子作为原料 既可以提升江家的伞业 让江家的伞更加牢固耐用 又可以暂缓沈家的生计之忧 要是江沈两家真的可以合作 应该也算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呀 说得有道理 我们早就看中了沈家那片竹子 只是买卖竹林的事情 一直没能承受 我认为我媳妇的主意不强 不知沈老爷意下不合 能跟江老夫人合作 沈某自是求之不得 更何况江家正是在给我机会 于危难之际助我一臂之力 我怎么能拒绝呢 不过话说回来 沈老爷天纵英才 已经做出了愁彩 想必华盖房的生意应该很好 何以连散房都丢了呢 此时一言难尽 长忙老夫人不弃 时至今日还肯跟沈某做生意 沈某感激不尽 其他的不提也罢 我也是在商严商 沈家的竹子好 我没有不买的道理 只要沈老爷开的价钱合理 咱们可以当场成交 好喝 谢谢娘 这么便宜的买卖 我该谢谢你才是 以后有事当面跟我说 你是江家的媳妇 我不喜欢自己家里人 背着我干任何事情 知道了娘 知道了娘 我不该撒谎骗娘 请您不要责怪东雪 她这么做是担心她的孩子受委屈 没别的 庭恩 你跟东雪 得赶紧有个孩子 只有这样 东雪的心 才能在江家踏实下来 明白吗 她现在毕竟是江家的媳妇 她应该为江家的兴衰担忧 你懂吗 娘 我懂 那你就要抓紧 抓紧哪 怎么这么巧 咱们来了 怕早出差了 也算不需此行 至少知道了严征就是本地人事 后来家缝聚变 才留了到雨林镇头 找到盾下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庄严 接下来怎么办 是回去 还是在这儿等啊 既然来了 总要见上一面 估计她这趟出公差的时间 也不会太长了 咱们暂且找个客栈先住下 登记点 好吧 前面有个集市 要不要我陪您逛逛 走 去看看 嗯 梁庄严 您当年在高桥镇住了多久啊 别问了 过去的事我不想说 这家散房竟然也卖传赛 不是只有华盖房会做吗 专院有所不知 这江家散房 是华盖房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不光抢生意 而且还巧 当年沈家的大少奶奶 就是如今江家的姨奶奶 你是说 竟非口中的那个学姐姐 不错 就是阳东学 你看 这沈家竹林出的竹子 就是不一般 比我以前经手的竹子都要好 咱们家老夫人可真有本事 能用这么公道的价格 买到这么好的竹子 是啊 还是我们老夫人有眼力啊 你是说 你们江家做伞用的竹子 是从沈家竹林里建的 是啊 如今沈家的华盖房已经垮了 我们江家散房的伞是最好的 以后用上了沈家的竹子 那就更没得说了 来 您到里面去看看 不必了 来 赵远 属下一定尽快查明事情的原委 向您并放 好 大少奶奶 时辰不早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急什么 要不是回娘家 我也难得出来一趟 既然出来了 还不让我好过 不是说好了五天回去的吗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 如果再不往回赶的话 那天黑之前就回不去了 到时候老夫人都会怪罪我的 老夫人老夫人 你少拿老夫人来押我 老夫人老夫人 你少拿老夫人来押我 我在那个家 早就待够了 现在好不容易回她娘家 还要限制限骂 你要是那么怕老夫人责骂的话 那你自己先回去好了 不是 你 老夫人 老夫人 不好了 秀秀小姐病了 您快去看看吧 秀秀 哪里疼啊 秀秀 娘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秀秀 秀秀 哪里疼啊 秀秀 娘 秀秀 哪里疼啊 秀秀 秀秀 秀秀怎么样啊 娘 我要娘 你看 快 快请大夫啊 娘 来不及了 路上一去一回的 太浪费时间了 还是我背她去吧 我要娘 秀秀 二娘背你去看大夫啊 不许 还是让我来背啊 你的病还没好 还是我来吧 来 秀秀 走 老夫人 你也跟着去 快 我不是真的想回娘家 我是因为在那个家憋得闯不过气了 我难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是爱耍这种小把戏 这对老夫人 没用了 这个家里 没有人在乎 平安就更不用说 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说 他巴不得我 连来远远的 再也不要回那个家里 大少爷太任性了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他早都该忘了 天鹅会把过去都忘了吗 会把小乔忘了吗 唉 早该忘了 忘了 忘了 走 怎么样了大夫 孩子得的是绞长沙 我已经用针灸 暂时给他止住了疼痛 治这种病 必须以 茯苓 赤勺 桃仁 牡丹皮 桂枝 甘草 生姜 义仁 咸蜂草和大黄 这十位药材下药 缺一不可 可是 因为使令的关系 目前 唯独缺了这位咸蜂草啊 大夫 无论如何您得救救我女儿啊 这样你们回去 先以这九杯药 每隔两个时辰 熬了给孩子服下 若是他肚子再疼 一定要找一样 软硬适中的东西 放入口中 让他咬住 以免孩子在疼的时候 咬伤了舌头 我记下了 东旭 听了 救救不会有事 来 累不累 东旭 快去把窗补好 好 来 来 来 快 三碗水煎成一碗水 煎好了就拿过来 是 你没事吧 东旭 还好 来 休休 休休 休休把嘴张开 张开啊 休休 别咬嘴啊 休休 海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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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着我 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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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来 我 娘 娘 乖 秀秀 二娘在这儿呢 乖 没事了 没事了 你醒了 你也没合影啊 时间还早呢 你要不要回房再睡会儿 秀秀怎么样了 药好像起作用了 后半夜就没再喊疼了 手还疼吗 没事 这么点小伤不碍事的 你看看真是的 一夜不睡哪醒啊 回去睡会儿 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不用了 我去厨房 让他们把药先煎上 这样休息醒了就能喝了 你在这儿靠一会儿 我去 娘 老夫人 为什么晚了一天 我 回老夫人 我们的马车 在路上坏了 是啊 找人休了大半天 所以 才耽搁了回来的时间 哼 昨天夜里 为了秀秀的病 全家上下折腾了一宿 你们两个 倒是在外面躲清闲了 娘 秀秀病了 叫长沙 廷恩和冬雪 守了他一宿呢 你快去看看吧 是 娘 曹海 老夫人 大少奶奶 没在你面前搅舌根子吧 没有 绝 绝对没有 你们昨晚在哪儿落得搅啊 在同乡后街的瑜伽客栈 你年纪不小了 也该考虑成个家了 老夫人怎么突然想起 问这事了 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你一直为江家尽职尽责 江家也不能亏待了你啊 看看家里的这些丫头们 有哪个是你中意的 或者外面哪家的姑娘 有你相中的 你告诉我 我来给你做主 谢谢老夫人的太爱 能够为江家尽力 那是我的本分 小的不敢奢求其他的 成个家人就踏实了 你还是早做打算的好 谢老夫人 甜不甜呢 甜 娘 你可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姐姐回来了 我自己的女儿 不劳你了 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啊 要不是东雪即使把秀秀送到医馆 又不眠不休地守了一夜 秀秀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来呢 你不但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还冷言相向 你到底想怎么样 若不是他 我才不会离开家 更不会丢下秀秀不管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告诉你 这个家里没人欠你的 别说了廷恩 姐姐 大夫说 没两个时辰 给秀秀服一次药 既然你回来了 你就好好照顾秀秀吧 女儿病成这样 你这个做母亲的都不在身边 你配做母亲吗 廷恩 你还有脸指责别人 别说了 就没见过你像我做母亲的 娘 你何必在她面前忍气吞声呢 她就是这么一个欺软派硬的东西 秀秀生病了 她肯定着急 又没能陪在身边 心里一定很不好受 这个时候发发脾气也是正常的 你何必跟她认真呢 你就体谅一下姐姐吧 可是她从来没想着体谅别人 你的手艺要不要看大夫啊 不用了 我说了是皮外伤 过两天就好了 不行 我不放心 让我看看 真的没事 同学 让你在这个家里受苦 受委屈 我真是没用 我没有觉得苦 也没有觉得受委屈 姐姐是为了秀秀着急 你不敢怨她的 姐姐从嫁过来 就一直活在小桥的阴影里面 她心里一定很苦 在这个家里 她会觉得很无助很孤单 庭恩 你毕竟是她的丈夫 是秀秀的爹 你应该 试着去体谅她 去理解她 我不会原谅她 可是你这样对她 只会让她心里的积怨更深 你会把她逼上绝路的 不要再谈她了 娘为什么要给你做美 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破绽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 对对 什么也没发生 不过老夫人一向那么精明 你没看见她看我的眼神啊 我总觉得不踏实啊 姨娘的脾气 若是被她知道了 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到时候 咱们都难逃一死 大少奶奶 那您 您得想想办法啊 我们不能做一代笔 反正我在这个家里 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 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对 对 你想干什么 带上江家的青菜 远走高飞 曹海 如今我们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你若是想活命的话 就得跟我一条心 对 难道你想在江家做一辈子管家吗 就算娘把你当回手 可是等娘百年之后呢 你就不给自己留下后路 你就不想踏踏实实 舒舒服服地过后半辈子吗 看现在江家的真实 将来 你准是杨东旋当家 他若是再生个一男伴女 这个家里就更容不下我了 与其到时候被人家扫地出门 不如趁现在很唠一把 把能拿走的都拿走 活出去 大不了 拼可于死亡破 大少奶奶 你要是不给我一条心 我就去娘那儿看你 我 我 我 去 给祖宗上煮香吧 是 列祖列宗保佑江家 从此风调雨顺 事事顺遂 生意兴隆 娘 有件事 媳妇思虑多日了 只是不知道该不该讲 说说看 娘 江沈两家都是致散大家 媳妇在想 为何两家不能携手合作 共蒙发展呢 如今江家有人力 有财力 沈家有技术有秘方 若是两家真的可以携手合作 互惠互利 又何愁不能将散房做大做强呢 你是担心 沈家没了生活来源 才想出这个法子的 不 媳妇也是为了江家的长远考虑 沈家 毕竟是百年传承的老号 他们制散的手艺 是无人可及的呀 看来我真是白疼你了 你的心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沈家 娘 媳妇真的是为了江家考虑 才想出这个法子的 自古以来 各家商号都是独立经营 各闲所长 各有各的名号 不是同族 哪有共同经营的道理 尤其是咱们这种手工作法 靠的都是各自的手艺 同行之间相互竞争 此消彼长 怎么可能合在一起呢 别的不说 若依你的主意 将来哪家为主 哪家为府 到底听谁的 要是两家 真的可以以互相信任为基础的话 那就可以两家商量着来啊 谁说的对就听谁的呀 你呀 到底还是年轻 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一家人 在利益面前尚且勾心斗角 鸡飞狗跳 更何况是两家人 到时候你猜忌我 我猜忌你 生意还怎么做下去 再说 你之前也曾经说过 沈家的秘方是绝不外传的 又怎么可能拿出来给别人家用呢 我看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在家好好照顾廷恩 赶快给我添个孙子才是最重要的 这还有我吃的吗 老夫人 要不要再加个菜啊 反正我也不饿 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罢了 曹管家 你什么时候敢在娘面前多嘴了 对不起 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老夫人 我错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调教我的管家了 是吧 我吃了 杨东雪 姐姐 你的私心也太重了吧 三番五次的劝量跟沈家合作 无非就是为了你儿子吧 我 你见沈家已经没了活路 你就想利用江家去贴补沈家 你到底把我们江家当成什么了 姐姐 我没有 我只是希望江家和沈家两家都好啊 你懵谁呀 谁知道你有没有私底下拿着江家的钱 去给你们沈家花呀 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我从来没有贪图过江家一分一毫 更不会做出对不起江家的事情 杨东雪 你别以为娘和廷恩都宠着你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现在就想做出江家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太心急了呀 你 你最好想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家的人 梁专远 您来了 快离别请 老夫人 按离别请吧 梁专远 请坐 早就耳闻江老夫人 是女中豪杰 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过奖 我看梁专远 才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请述梁母来的唐突 确实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请说 我想请江老夫人 终止与沈家竹子买卖的合同 为什么 我只是公事公办 至于原因 您不需要知道 竹林买卖是我和沈家 自愿达成的协议 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利益 我认为 不管是因工还是因私 阻止我们的买卖 似乎都有些说不过去啊 我是生意中的 不能出尔反尔 如果梁专远不能给出一个 可以说服我的理由 你这个不情之情 我实在难以答应 老夫人 您最好是 想清楚再回答我 沈家可是江家的竞争对手 老夫人何苦在这个时候 帮助沈西连 难道就不怕沈家做大 将来威胁到江家吗 生意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有的只有利益 我不是为了帮沈老爷 才和他做生意的 我们双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就算将来沈家东山再起 那也是他的本事 跟我们江家没有任何关系 老夫人是不是怕 解除合同会给江家 带来什么损失 那好吧 所有的损失 由我来给你补上 做生意嘛 谁不在乎钱 可我也绝不是见钱眼开之徒 金钱上的损失 也许梁专员可以补上 可是江家的信誉呢 你能补得上吗 江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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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非常耐着性子地 在这儿跟你说话了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曹海 送客 是 多谢 承上 承嘛 你拿一材不多拿点 老夫人时不时的就要查账 万一要是被发现了 那我没法交代呀 真没用 拿着 不不不 我往哪放啊 还是放你那吧 放我那也不行 天天丫鬟出来进去的 回头再让人发现了 拿着拿着 不不不 我那不行 我一个做吓人的 屋里有这么多的银票 那不更可疑吗 也是 那 那放哪儿好呢 要不 存钱庄去 不行不行 你一个管家 总之进出钱庄 不更让人怀疑了 也是啊 咱们家只有一个地方人上 哪儿 佛堂 老夫人眼皮子底下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怎么不行 就因为是老夫人眼皮子底下才安全 平时除了鸟 谁也进不去 她也绝对不会想到 会有人把什么东西藏到佛堂里 曹海 只要你给我一条心 保证能把江家的财产全部都掏空 到时候我让他们哭都找不到妙门 老夫人 不好了 真的不好了 主顾们都涌到散房来 要求取消订单了 您看看吧 我问了几个老主顾 他们都说是有人上门危险 不准他们跟江家做买卖 那要照这么一来的话 咱们正在做的和已经做好的 那不都成了鸡丫货了 那散房只能停工了 一定是梁盈搞的鬼 那 那咱们要不要终止 跟沈老爷之间的买卖呢 咱们江家散房不是纸糊的 积压就积压 停工就停工 就当给全家上下放假了 他想只手遮天 在我这儿行不通 我们和沈家的交易照旧 你找一个大点的库房 把沈家的竹子好好存着 好 还有 这事不要让沈老爷知道 我们两家虽是生意场上的对手 但如今沈家落难了 我们不能落井下石 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屈颜复事 是